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高兴的消息 6月21号,IU的搜索公司对外声明表示 公司对从2019年开始持续对IU严重的人身攻击 散播谣言、恶意毁谤、侵害私生活等毁损民运的加害者 搜集证据后进行了提告 在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确认到该加害者的身份 之后通过调查,确认到加害者的所有罪行 法院也认为该加害者已经多次 且长期在网络上留下诽谤留言 罪职非常恶劣 并以侮辱罪、违反情报通信法、民用毁存等嫌疑 拍下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 180小时社会服务、40小时性暴力治疗讲座 用酸言能拍下这种程度的量刑 而且还有40小时性暴力治疗讲座 真的很难想象留言的内容会有多下流 我第一次看过刘厄平不是发宽而是有期徒刑 到底是留了什么内容呢? 用厄平有期徒刑8个月 不看都知道你有多垃圾了 性暴力治疗什么的 是说了有多么肮脏的内容呢? 真的很可恶 这种人在缓刑期间一定还会留厄平被告后真的坐楼的 我家爱的所属公司看到了吗? 不要每天只用说的真的去提告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幸福的内容 今天Yuki姐先公开了苦君友出演片段的部分内容 而因为也公开了苦君友与大S的合照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烈反应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内容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This is真爱 我现在应该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没想到在大哥的口中说出这种话 这电影般的爱情是从20年前的台湾开始 男主台湾第一代韩流明星Kujunio 女主台湾新生代明星许锡元 1998年恋爱 大约一年后分手 所有人关注的爱情结束了 悄悄的经过了20年 正当所有人都逐渐忘记他们的时候 她打电话给了她 这20年来第一次 她接电话了 保留着20年前号码的她 2022年3月终于结婚 你最喜欢什么水果呢 我最喜欢芒果 在交往的时候 喜元很喜欢吃芒果 当时韩国没有芒果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芒果了 看着芒果就会想到喜元 我甚至为了去见她 还带了假发去呢 我跟喜元都有那张照片 拒绝公开 不过那么相爱的一对 为什么会分手呢 后面的内容 今晚韩国时间8点40分 即将公开 合照太漂亮了 许喜元一点都没变老 还是这么漂亮 真的希望能够幸福的情侣 真的太相配 直接可以拍电影了 要幸福 不是能看出来 两个人的脸上充满着幸福 所以真心的想要祝福 山菜怎么都没变老呢 跟我在流行花园看到的时候一样 又只有我一个人老了吗 两个人真的很相配 然后跟戒指一样的刺青很好看 就像是命运的线连在一起一样 这样看的话 好像真的是有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吧 好羡慕 好像真的是这样 我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现在在哪里呢 啊 在家 在家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